都是141的吗 是 大家辛苦了 大家都坚持 我是在大学 山西大学 做大学科技员工作 平时给大学生做心理辅导 心理辅导 大学生 没错 而且好像是手写的这种 讲义啊 类似的样子 大家好 我是初一 一丝一般的张景彦 今天我要对我的爸爸说 你真的太狠心了 今年的暑假 简直就是个噩梦 您给我制定了一个军事化的训练 早上五点半准时起床 开始晨练 四百米的抛长 我要跑五圈 我的天啊 我还要投球 跳绳 一向都不能少 回到家后 早饭也是由我来承担 而且还至少要求两菜一汤 自己做吗 早饭两菜一汤 早饭还有汤 每次做完饭 开始学习计划的时候 我已经感觉到筋疲力尽了 紧接着 午饭也是由我来做 我 晚饭您说我太累了 就不用我做了 但是实际 我每天还是得做 不光有这些 您还给我制定了一项打分计划 请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一个暑假 所有每天的打分情况 厚厚的一塔子 我的天 爸爸这个 爸爸 寒暑假 因为是一个放松的机会 但是我却感觉 你上学还累 所以寒假马上就要到了 我希望您能放过我 我不想再军事化训练了 行吗 那个同学们 他说的 今天刚才表述的是我第一次听 基本属实 好了 我们言归正传 2018年5月25号 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12岁生日 我们也没有给你什么贵重的礼物 因此呢 我们就想到了假期 把这份礼物送给你 我不想要 要不要 已经是你的了 担子太重了 而且初一 它前面这个暑假 就是六年级到初中 这个暑假 这不应该是玩的时候吗 对 正玩的时候 知道为什么给你这个礼物吗 就是 为什么 你的初中生活是36个月 现在呢 你已经过了两个月 多一点 就九个星期了 九个星期当中 早晨六点半 你肯定要起床 想懒床也不可能 晚上你12点前睡觉的时间 基本上没有 每天高强度的学习任务 让你不能有一点的松懈 爸爸问你 苦不苦 不苦 累不累 累 快乐不快乐 快乐 都没有军训服 其实看似是简单的军训 是对你人生 对你学习 对你学业的一个 更好的魔力 爸爸希望你坚持三年 也希望你今后坚持三十年 好吧 很长时间了 我没有拥抱了 希望你能下来抱抱爸爸 可以 谢谢 谢谢大家 我能看一下你的这个吗 可以 我的天哪 58分 77分 80分 88分 每天评分 然后最前面还有一封 给12岁宝贝的信 好认真啊 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爸爸是山西大学科技员的老总 他以前是老师 怪不得 严格要求 他就是用高管的管理方式 嗯 你寒假真的还要这样吗 哎 但我也必须得说 这个过程真的很痛苦 但是如果他真的成为习惯 你未来人生会非常优秀 但是这种痛苦的优秀 我该怎么看待呢 我不要这么优秀 我不想当这么优秀的人 我的选择 还是我觉得就是这个 军事化宣优版的就是变化很大 自控力也通常很大 哦 真的 还是很有用 还是有用 其实你自己虽然觉得辛苦 但是你内心觉得它的确有效 对 很快那行 那挺好 行 就抱抱抱抱抱抱 再见 拜拜 拜拜 你能亲我一下吗 一下吗 好 同学们再见 欢迎你们到我们家来玩 谢谢 好 唱吧 有意思 我觉得他人性当中感性的那一面是排斥的 因为他不自由 但理性的那一面呢 他又清楚地意识到 给自己带来的那种快速的优质的蜕变的过程 这种纠结不仅仅会在他初中和高中持续 会延续一生 嗯 你知道哪一天他就真正地跟自己和解了吗 他自己定了这个目标 对 自己给自己打分 然后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之下 成为他的习惯的那一天 那他就和解了 不过看他刚才跟我们交流的那种眼神里的那种 自信的状态 还有那种坚定感的话 我觉得他18岁之后是那种 自己会给自己列表的人 嗯 下一个老总就是他 对